花莲蜂冰箱有丰富的阿美族和葛马兰族等原住民文化 但特有的编织工艺随着时代逐渐凋零 蜂冰箱公所为了保存传统的工艺 访问了市民超过80岁的地方齐老 将口述的内容和编织的过程 用文字、图像记录了下来 特别发行了《蜂冰制造》 原住民编织工艺师的图册一书 未来将会放在图书馆或是工家单位 期盼能够传承传统的编织记忆文化 花莲县丰冰箱阿美族葛马兰族长辈 担心支部腾编的传统记忆失传 丰冰箱公所因此将乡内四位 102岁葛马兰族朱阿菊 87岁阿美族吴阿春 86岁阿美族吴碧云 及82岁阿美族林清静 传承记忆的祈老 将口述内容与编织过程 用文字图像记录下来 出版封冰制造原住民编织工艺师图册 日前举行新书发表会 非常谢谢封冰箱公所这次 给老人艺术一个机会 把老人家的故事 我们尽可能地把它的书写下来 然后在影像里面 在文字里面 都尽可能地去 简单地说 我们不要用太学术的语绘 也不要用太报导式的口气 我们就平忽直述了这一本封冰制造 我觉得我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学到母亲的编织 以前我小时候的时候 大概我妈妈每次大概凌晨三点多 就会起来支部 因为我们是赛德克族 其实都有都差不多都差不多 我们的文化编译工资 只是我们长辈教的 也许有的都不同 那那时候他有跟我讲 我要不要学 我一口拒绝 我没有兴趣 我真的是 现在是最大的遗憾 所以当我看到 我们封冰箱有这么多的工艺 这么多的编织 这么多珍贵文化的传承 我觉得我应该势必要去做 弥补我心中那个缺块遗憾 所以谢谢你们帮我成就了 帮我圆满了这个 我真的是要谢谢你们 87岁阿美族吴阿春表示 由于年纪越大 越没体力打猎捕鱼及务农 想起父亲教导过的传统工艺 慢慢的编织出碑楼 鱼楼等各式生活用品 86岁阿美族吴碧云 透过女儿吴素英 分享担任支部工坊的过往 他的整个设计跟美学是非常棒的 包括大家刚刚讲过 不管是封面的题字 里面的照片文字 甚至是把用我们自己原住民的族语 用我们阿美族 用我们葛马兰族 族语来介绍我们里面的工艺师的作品 第二个厉害的是 他在书里把我们的藤编香蕉丝筑麻 编织的编法 用图文并茂的方式 记录在这本书里面 封斌厂长江烈婷表示 小时候不想上母亲学习编织工艺 现在想来是自己人生最大遗憾 封斌制造内容用中英文足语撰写 未来将规划出版最古老的酿酒记录图册 让传统手艺流传下去 记者长邦彦华远师报导